香港省的经济发达自然会诞生出一些行业里的佼佼者 那些人积累的财富应该是非常之多 今天带大家盘点下十大香港富豪的故事 林毅李嘉诚 李嘉诚于1928年7月29日出生在广东潮州潮安县 他是长江合计实业有限公司及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资深顾问 截至2023年2月23日 李嘉诚以390亿美元的财富值位列2023香港富豪排行榜榜首 连续成为香港首富第一名 李嘉诚的舅舅庄敬安是香港中表型业的重要人物之一 也是他生命中的贵人 庄敬安的支持为他的家庭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如果没有这位舅舅 李嘉诚一家很可能没有机会逃往香港 及时抵达香港 如果没有舅舅的支持 他们也可能面临露宿街头的困境 李嘉诚或许会在贫困中挣扎 没有后来的辉煌 李嘉诚最初的职业是为舅舅工作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表现出色 赢得了舅舅的赏识 后来更是娶了舅舅的女儿庄明月 不过李嘉诚并不满足于打工 很快他凭借自己的商业眼光和判断力 创立了自己的第一家焦花工厂 这个创业的启动资金也得益于他的舅舅 他不仅是舅舅的亲外申 还成为了他的女婿 家庭和商业机会相辅相成 他以多元化经营位特点 经营范围广泛 李嘉诚在商界的成功给予了他巨大的影响力 他被视为亚洲最有影响力和最富有的商人之一 其商业决策和投资策略备受关注和评价 02.李兆基 李兆基 这个名字在香港的商业圈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横迹地产的掌门人 他作用数千亿的资产 被誉为香港第二富豪 他的一举一动都引人注目 这次他将一栋22层的写字楼以22亿的天价卖给了李宁 再次证明了他在商业领域的实力和影响力 李兆基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的商业帝国涵盖了的产、煤气等多个领域 其中 横迹地产和中华煤气是他的两大支柱产业 横迹地产在香港和内地拥有众多的产项目 而中华煤气则是香港唯一的煤气供应商 控制了整个香港的煤气产业 然而 令人好奇的是 在这个关键时刻 李兆基为何选择卖楼? 其实 这并非是李兆基的首次资产出售 他曾经以40亿的天价新建了一座如今被誉为香港最贵的豪宅 这座豪宅分成三栋房子 其中一栋房子的天台上面还安装了摩天轮 豪华至极 然而 令人惊讶的是 这座花费巨资建造的豪宅至今人是空置状态 尽管李兆基实力强大 但他也有遗憾 他曾经表示 如果再给他30年 以他的经验跟智慧 肯定不止可以赚到1000亿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追求和职者 他始终在商业舞台上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和果敢的决策力 如今 李兆基已经将家族生意交给了两个儿子来管理 大儿子李嘉杰负责内地的生意 小儿子李嘉诚则负责香港的生意 虽然他们都是杰出的商业领袖 但人们仍然对李兆基的智慧和经验充满敬意 03.郑嘉诚 郑嘉诚于1946年12月11日出生在香港 是郑玉彤的长子 他担任新世界发展集团董事会主席 新世界有展集团众事会王席 周大福诸玉集团有限公司主席兼执行董事等职务 在2023年2月23日的福布斯2023香港富豪排行榜中 郑嘉诚及其家族以289亿美元的财富职位列第三位 郑志刚最著名的资产之一是他在广州 天津和武汉拥有的三座州大福中心 这三座建筑都高达530米 属于世界十大高楼之一 郑志刚家族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家 拥有三座超过500米高的建筑的富裕家族 它的经营范围涵盖多个领域 展现了多元化经营的能力 郑嘉诚作为香港商界的重要人物 通过其在新世界发展集团和州大福珠宝集团等公司的领导地位 对香港的商业和珠宝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的商业才能和财富被广泛认可 零四李慧森 李慧森毕业于美国南加州大学 专业是企业管理及财务 他是李景济集团的第四代成员之一 目前担任李景济健康产品集团的主席 李慧森及其兄妹在2023年2月23日的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中 以193亿美元的财富值位列第四位 成为2023香港首富第四名 他主要从事食品与饮料行业 作为李景济集团的一员 李慧森在食品与饮料行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并在香港富豪榜上展露头角 05吴光正 吴光正于1946年9月5日出生在上海 他是已故船王包玉刚的第二个女婿 目前他担任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和惠德丰有限公司的首席顾问等职务 根据2023年2月23日发布的福布斯2023香港富豪排行榜 吴光正以169亿美元的财富值位列第五位 他主要涉足房地产行业 吴光正作为一位在房地产领域取得成功的商人 对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力 他的商业成就和财富使他成为香港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 06邝肖清 邝肖清于1929年出生在广东省花都市花山镇 他是新鸿基地产创办人郭德胜的夫人 也是前主席郭炳香 现任主席郭炳江及郭炳莲的母亲 截至2023年2月23日 邝肖清以152亿美元的财富值位列2023福布斯中国香港富豪排行榜第六位 他的财富主要来自房地产业务 邝肖清作为新鸿基地产创办人郭德胜的夫人 对于新鸿基地产集团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他的财富和家族地位使他成为香港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 07吕志和 吕志和于1929年1月17日出生在广东新惠本 目前他担任加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主席 加华的产、集团、有限公司主席、香港酒店业主联会主席等职务 吕志和在2023年2月23日的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中 以149亿美元的财富值位列第七位 他主要涉足博彩与赌场行业 作为嘉华国际集团的主席和嘉华的产的主席 吕志和在香港的房地产和酒店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他在博彩与赌场行业的成功使他在香港商界受到广泛关注 零八刘鸾雄 刘鸾雄于1951年7月21日出生在香港 他是一位具有敏锐眼光和魄力的商人 从1985年开始迅速崛起 涉足的产、传媒、建筑及制造业等领域 刘鸾雄在2023年2月23日的福布斯中国香港富豪榜中 以132亿美元的财富值位列第八位 他的主要财富来源是房地产业务 刘鸾雄在香港的商业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他的商业才能和成功经验使他成为香港商界的重要人物之一 刘鸾雄的个人生活也很多姿多彩 他有过多位女友和多个子女 他也喜欢收藏名贵的车牌、房产和艺术品 他曾经拥有I love you一、二 等多个香港最贵的车牌 他也曾经在伦敦买下了价值1.5亿英镑的世界最贵的公寓 他的奢华生活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羡慕 然而刘鸾雄的成功也伴随着一些风波和争议 他曾经因为涉嫌洗钱、贪污、贿赂等罪名 在澳门被判处五年零三个月的监禁 他也曾经因为与前女友吕丽君的分手 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财产和子女的争夺战 他的法律纠纷 给他的生育和财富带来了不少的困扰和损失 刘鸾雄是一个复杂的人物 他有着非凡的才华和魅力 也有着不少的瑕疵和缺憾 他的一生是一部风云变幻的历史 也是一部传奇般的故事 09.蔡崇信 蔡崇信于1964年出生在中国台湾 是加拿大籍华人 他是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之一 目前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执行副主席 和阿里巴巴集团第一组董事等职务 根据2023年2月23日发布的福布斯香港富豪榜 蔡崇信以85亿美元的财富值位列第九位 他的财富主要来自科技行业和阿里巴巴集团的业务 作为阿里巴巴集团的重要人物 蔡崇信对于科技行业和电子商务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他的商业智慧和执行能力使他成为香港和全球商业界的杰出人物之一 是蔡志明 蔡志明于1945年出生在广东省街阳市街东区 他目前是香港叙日国际集团的主席 主要从事玩具业和物业投资 他被誉为玩具大王 根据2023年2月23日发布的福布斯中国香港富豪榜 蔡志明以82亿美元的财富值位列第十位 他的主要财富来自房地产业务 蔡志明在香港的玩具业和房地产行业有着显摘的影响力 他的成功经验和商业头脑使他在香港商界赢得了广泛赞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